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兩個重要的概念 一個就是所謂的相對風險 另外一個是勝算比 首先我們來介紹相對風險 英文叫Reality Risk 簡稱RR RR通常是用在前瞻性的研究 所謂前瞻性的研究就是我們觀察一群人 然後去看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也就是說今天我們觀察的對象 是一開始就已經決定了 然後接下來經過一段時間 我們持續地觀察它們 看看到底發生了多少事件 那這樣的一個實驗設計呢 在流行病學來講是比較嚴謹的實驗設計 通常隨機的這個試驗或者是世代研究 都是屬於這種前瞻性的研究 所以右邊的這個圖呢 就是在說明前瞻性的這種研究 是怎麼樣設計的 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觀察的對象可以分成 有暴露的這一組 或沒有暴露的這一組 接下來我們觀察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 這兩組發生事件的人數有多少 所以假設我們現在要觀察的事件是 是否得病 那在暴露組有人會得病 那也有人不會得病 反過來講在非暴露組 一樣會有人得病 會有人不得病 所以我們就要看看 得病的風險在暴露組跟非暴露組有沒有差別 那這樣子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哪些人是在暴露組 哪些人是在非暴露組 然後我們觀察他們一段時間 這樣的一種實驗設計 就是所謂的前瞻性的研究 那如果說今天暴露或非暴露 是由隨機來決定的 那就是隨機實驗 那如果不是 那就是所謂的世代研究 那當我們觀察我們的暴露組跟非暴露組 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就可以知道哪一些人有得病 哪一些人沒有得病 以這個表格來講 我們會看到 每一行代表有暴露跟沒有暴露 每一列代表有得病或沒得病 那這個地方剛好有四個數字 A B C 跟 D 所以在暴露組 總人數就是 A 加上 C 也就是在暴露組裡頭有 A 個人 後來得病了 有 C 個人沒有得病 所以總人數就是 A 加 C 在非暴露組 得病的人數是 B 沒有得病的人數是 D 所以總人數就是 B 加 D 那在整個研究當中 得病的人數就是 A 加上 B 就在這個表格的最右邊 沒有得病的人數就是 C 加 D 所以整個研究的總人數就是 A 加 B 加 C 加 D 那當我要計算相對風險的時候 我指的是說今天暴露組得病的這個風險 跟非暴露組得病的風險之間的一個相對的比例 那它的計算方式就是下面這個公式 首先我們來計算暴露組得病的風險 它是 A 除上 跨乎 A 加 C 也就是在整個暴露組裡頭 也就是 A 加 C 一個人裡頭 有 A 個人得病 所以它的風險就是 A 除上 跨乎 A 加 C 而在非暴露組 總人數是 B 加 D 而有 B 個人得病 所以它的風險就是 B 除以 跨乎 B 加 D 然後我把兩個這個風險把它相除 我就得到我的相對風險 所以相對風險就是 A 除上 跨乎 A 加 C 然後再除以 B 除以 跨乎 B 加 D 那我們英文簡稱叫 R R 我們現在用一個例子來說明 那這例子裡頭的數字 是我們假設的 並不是一個真實的數字 只是為了我們書名方便而已 所以假設從一開始 我觀察了兩千名的抽菸者 跟四千名的非抽菸者 在這裡抽菸就是我們的暴露 那我觀察他們一段時間 看看抽菸者裡頭有多少人最後得了肺癌 而非抽菸者裡頭又有多少人得了肺癌 假設我觀察一段時間之後發現 在兩千名抽菸者裡頭 有四十名得了肺癌 而在四千名非抽菸者裡頭 有二十名得了肺癌 那我就可以把這些數字填入剛剛的表格裡頭 所以在這裡 暴露組也就是抽菸組 得到肺癌的人數就是四十 而沒得肺癌的人數就是一千九百六十 總人數就是兩千 而在非抽菸者 得病的人數是二十 而沒有得病的人數是三千九百八十 那總人數就是四千 在這個總共六千人的研究裡頭 得到肺癌的人數是六十 而沒有得到肺癌的人數是五千九百四十 那有了這些資料之後 我們就要來計算說 那到底抽菸 會增加多少得到肺癌的風險 那我們就是要計算 抽菸者得肺癌的風險 比上非抽菸者得肺癌的風險 有沒有比較高 那這計算的方式很簡單 在抽菸者裡頭 總共是有兩千人 四十人得病 所以分子就是四十除以兩千 那這就是抽菸的人得到肺癌的風險 分母的地方呢 就是非抽菸組得肺癌的風險 那就是二十除以四千 所以計算出來我們的RR就是四 那這個四代表什麼意思呢 首先這代表 抽菸者得肺癌的機率 是比非抽菸者來的高 高幾倍呢 在這個研究裡頭是高四倍 那所以相對風險 它可以解釋成 暴露組得病的風險 相較於非暴露組得病的風險 如果暴露組得病風險比較高 那就代表這個暴露本身 它有致病的風險 反過來講 如果相對風險比較低 小於1的話 那就代表說 今天這個暴露會減少我們得病的風險 所以在這裡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公式 我們說RR是等於暴露組得病的風險 比上非暴露組得病的風險 那也就是A加C分身A 比上B加D分身B 那這個RR呢 它是一個比例 那它可能的範圍呢 會是多大呢 首先第一個 RR再低 它不會小於0 因為它是一個機率 因為它是一個機率 所以它最小不會小於0 最大會多大呢 可以接近無限大 那也就是如果今天暴露 所造成得病的風險 是很高很高的時候 那這個RR就會非常的大 所以基本上它應該是一個 大於0的一個時數 那如果今天暴露本身 不會影響到我們得病的風險 那RR應該是多少呢 因為如果當暴露不會影響到 我們是否得病 那我們可以知道 不管本身 得病的風險是多少 那暴露組得病的風險 會等於非暴露組得病的風險 所以這兩個比例會是相等 也就是說 A加C分之A 會等於B加D分之B 因此它們兩個比例就會等於1 所以當RR等於1的時候 就代表我們這個暴露本身 不會增加或減少我們得病的風險 反過來講 如果RR大於1的時候 比如說是3或者是4 那就代表暴露組得病的風險 是高過非暴露組得病的風險 反過來講 如果RR小於1的話 比如像0.2 那就代表說 這個暴露本身 是會減少我們得病的風險 那我們剛剛講過 這個相對風險 主要是用在前瞻性的研究 像是隨機分派試驗 或者是4代研究 相對風險不適合用在 回顧性的研究設計 像是病例對照研究 它就不適合 那待會我們會說明 為什麼不適合用相對風險 來用在病例對照研究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說明一下 為什麼相對風險不適合用在病例對照研究 我們用一個例子來說明 在這個例子裡頭 我們一樣是看抽菸和癌症的關係 但是因為是病例對照研究 所以我們首先確認是有誰得到癌症 跟有誰沒有得到癌症 然後我們去追溯他們抽菸的歷史 這跟我們剛剛的前瞻性研究不一樣 在前瞻性研究裡頭 我們是先確認誰有抽菸 誰沒有抽菸 然後我們去觀察到底後面有哪些人得到癌症 和哪些人沒有得到癌症 可是在病例對照研究 它是一種回溯性的研究 或回顧性的研究 所以我們首先知道是 哪一些人得病 哪一些人沒有得病 然後我們去追溯他們的歷史 看看是哪些人有抽菸 而哪些人沒有抽菸 那如果抽菸跟癌症有關係的話 理論上在癌症的病人裡頭 我們觀察到他們有抽菸習慣的比例 應該要比沒有得到癌症的這些人 有抽菸的比例來得高 所以假設 我們首先知道哪一些人有得病 哪一些人沒有得病 然後我們要去追溯他們是否有抽菸這樣的一個歷史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哪一些人有得病 哪一些人沒有得病 所以我們先看看 假設我們每一個組都先收集一百個人 也就是我有得肺癌的人一百人 以及沒有得肺癌的人一百人 其中在有得肺癌的人裡頭有五十個人 他有抽菸的這個習慣 而五十個人沒有抽菸的這個習慣 而相對的在沒有得肺癌的這一百個人當中 只有十個人有抽菸的習慣 而九十個人沒有抽菸的習慣 因此我就可以計算這個RR RR就會等於 總共有抽菸歷史的人 有六十個 然後裡頭有五十個人得到肺癌 所以分子的地方就是五十除以六十 而沒有抽菸歷史的人 總共是一百四十個 也就是非暴露組有一百四十人 裡頭有五十個人得到了癌症 所以呢 我們計算出來的RR就是二點三三 可是這樣的RR是沒有太大意義的 為什麼呢 因為在病例對照研究裡頭 我們可以去增加我們的對照組 也就是沒有得到癌症的人數 那因為畢竟沒有得到癌症的人 是比有得到癌症的人多很多 所以理論上我們可以去增加 我們這個對照組的人數 但是如果我們增加對照組的人數 會影響到我們RR的計算 以剛剛這個例子來講 如果我現在增加我的對照組人數 從一百變成一千 但是裡面我觀察到 有抽菸習慣的人的比例不變 所以在一千人當中 一樣只有一百個人有抽菸的習慣 而有九百個人沒有抽菸的習慣 所以比例上還是百分之十 所以跟剛剛的一百個人裡頭 有十個人有抽菸習慣是一樣的 可是我在計算RR的時候 現在總共有抽菸歷史的人 變成有150人 那在150人當中呢 有50人得病了 而沒有抽菸歷史的人 現在增加到950人 裡頭還是有50個人得病 我算出來的RR變成6.33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病例對照研究裡頭 隨著我對照組的人數的改變 我的RR也會改變 因此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不適合用RR應用在這個病例對照研究裡頭 谢谢观看